今天台湾大学的很多学生 在知道的各大医院血库都普遍的缺血的情形之下 都自愿地响应捐血运动 他们到台大医院去排队等候 让台大医院抽取捐献的血液 每个人一次抽250cc 而今天下午也有30多位美国退伍军人 带着他们的太太响应这项运动 台大医院副院长杨思彪 也就目前缺血的情形之下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究竟目前缺血的情形达到什么严重的程度 在台大医院来讲 我们每天差不多要1万cc以上的血 目前的供应的程度差不多只有达到一半 所以很多的手术啊 不是不要延伤停止啦 或者延期啦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当然是运动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啊 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要供血的人啊 减少 当然这个原因 有的人说这个血的钱啊 二十几年都没有调整 就是过去的那个老价钱 很多人不愿意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对血的人看法 好像一些等于一个小生命一样的 那么目前解决的办法怎么办 当然我们现在的一方面呢 尽量靠这个创传的工作 或者教育的工作 跟这个大众做这个血 并不是一心血 就那么不得了的 我们这个自己身体啊 经常这个血子自己破坏 自己心臟 所以养三缺业 你用初一种 四百七七五百七七 根本对那个健康部会 有什么妨碍 这些大家了解的话 就把这个共血 愿意共血的人 也可能会多一点 全国红十字会 台湾省血液管理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蔡陪火 今天也特别呼吁全省各地 相应在相有意义的 宣血运动 在目前血液 提缺的情况之下 我现在想访问一下 全国决议管理委员 或者主任委员 蔡陪火先生 目前现在存在多少血了 你现在就这么大 只有这几天 所以啊 什么病就是外国都要开刀了 他都要去 开刀就要去 没有血不敢开刀了 那么这个血没有来源 这个病就是严重了 你要扩大这个宣伏 来捐来存 来捐来存 那么要 恐怕要一个传国性的 这个学会 国际人士大家来参加这个会 所以当会员 来鼓励 要用血的人 大概他亲 他的亲人 他的朋友 要捐 要存 那么有什么办法 让他们捐 就是要他们来参加 这个做当会员 要由这个会员的鼓励 他的家族 他的亲人 那这样过年来捐 就不要买卖了 就不怕没事了 我们刚好在这里 在这种缺血的情况之下 碰到一位资源监血的 我现在请问你 你为什么要自动来捐血呢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学外很缺乏 这个 坚持都没有了 卖下来也很少 就是说 出38年呢 这500块钱呢 现在还是500块钱 这个 所以这个无价的贵嘛 这个 就很少 因为我嘛 这个听了医生讲嘛 这个 每个月 每两个月 出这个两倍无人血嘛 就是没有影响 所以我自动来嘛 大家就问你 在这种缺末 是他们 要不得的 但是我们这些人 也没有 不是 不必 那么 好 好